歇恶力两集结 奇迹New 最强者世界王登场 由奇迹Online原创开发商韩国网传授权 海外发行团队塔人网络精心研发的 3D魔幻MMORPG手游奇迹New 最强者 以下称最强者 即将在台湾地区正式开启 最强者在完美移植的同时 更是继承了诸多Online Game的优质内容 其中众多的世界王便是其中之一 Online Game中经典的Bots 纷纷在行动装置中被还原 等待助强大的勇者去征服这些邪恶的力量 死神上线 骷髅王 骷髅王是在某次魔王所发动的战争后 留在了奇迹大陆 相传他有五个普通骷髅兵那么高 对新手玩家来说 就像个噩梦 恐怖残暴的外形 血红的夺命镰刀 经常对弱小的新手造成一击毙命的伤害 他是名副其实的新人杀手 游戏中整体表现让人不寒而栗 作为Boss的奖励 击杀骷髅王之后 爆出来的装备也非常丰富 前期的强力装备都可以由骷髅王身上取得 最强者终时完整地还原了骷髅王这个 Boss 一个真正的死神等待玩家去挑战 邪恶火焰 魔王巴洛克 魔王巴洛克是原作中的经典 Boss之一 乃是魔王昆顿的心腹大将 如今他依然盘踞在失落之塔的顶端 对勇者大陆虎视眈眈 巴洛克既可以施展冲锋 快速地逼近勇者 也可以召唤火焰与对我方造成大范围的打击 于游戏前期说他是最为霸气的Boss 当之无愧 魔王巴洛克是奇迹 妙标志性的Boss 所以对于他还原度的比例自然不在话下 不过最强者地球在手机上带来原汁原味的奇迹体验 接下来就根据游戏的进度 接住隶属游戏前期的Boss吧 极寒高冷 冰厚 穿过仙棕林 勇士们将来到奇迹大陆的极寒之地 冰峰谷 这里盘踞住另一名世界 Boss 冰厚 作为冰峰谷的指挥官 常年占据这极寒之地 用他的寒冰魔法把前去冒险的勇士们 永远地留在那里 最强者同样完美还原了冰厚 包括经典的出场动画 冰峰万里 含义刺骨 不建议勇士们单枪匹马地闯入冰峰谷挑战他 如果真的想展示一下实力 建议组队前往 恶魔重生 魔鬼戈登 正如其名 戈登天生就是一个魔鬼 常年盘踞在地下城 对奇迹大陆进行破坏 正一步一步地吞噬住这片宁静的大陆 庞大的体型 强大的力量 使他迅速成为魔王昆顿的得力手下 一把死神镰刀风光无限 兼顾物理与魔法双重攻击 可以瞬间冲锋到他的敌人面前斩碎敌人 剑踏住那些自主量力的勇者们 灵云怒火 天魔菲尼斯 谁能想到 曾经是天界的守护者 菲尼斯 竟然被魔王昆顿所腐化 变成了天界最大的破坏者 天界之神的坐骑 如今已经完全黑化 全身充满黑暗力量 燃烧的火翼 狂暴的怒火 稍微靠近便会化为灰烬 拥有帅气外表的菲尼斯 竟然是奇迹大陆人气最高的Boss 但是 如果你想靠近他 还是先点亮一下自己的实力吧 看完以上奇迹 New Online和最强者手游 Boss的还原度对比 你有没有想起曾经一起战斗的岁月呢 时间在久 当年那段美好的过去不会变 如今这一切将重新开封 准备好一起来最强者挑战这些Boss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